走进温室日晒厂 棚架上摆满了一盘盘的日晒面相当壮观 老面铺第四代接班员苏芳仪 两只手可没闲着 不停地调整日晒面的形状 因为我比较龟毛一点 我会认为说像这个形状没有用好的话 我会还是一样就是自己重新再把它用好 经过去买就会送他这 他说好吃还叫我买一身 说Q又好吃 曾在日商诸事会社工作的苏喜雅 接手日晒面加业后 夫妻两坚持以最天然的日晒方式来制作面条 并研发多样化的口味 老少嫌疑 我是坚持我一定要日晒的 我不用风干的 因为咖这个面条吃起来 咬我们盘塑的不一样 咖这个面条有一个面香味 面筷子不会糊 好吃又Q 现场工作人员伸手俐落地操作机器揉面 压盐纯面台 再将切好的一组一组面条抓起 盘放在竹边的大盘子上 经过两天的日晒才能制成香Q好吃的日晒面 而要延长保存期限可是有秘诀的 都也是爱秋冬 爱人做 不是说直接机械下去就会挡出来 我们天气如果不好还不挡做 我们都顺便你了 不要让太阳直接再照到就OK了 我们这个不用冰 70多年老面铺坚持传统制面工法 追逐太阳的香Q面条 让传统好味道持续飘香 新唐亚太电视罗金新芳亚贤 台湾嘉义采访报道 将军打电视网